有一名12岁男童上周五 21日被内地母亲遗弃在港华医院 据了解 男童母亲亲怨意来接回男童 但未有确实日期 行政长官李家超指遗弃 儿童非常不应该 而母子在港曾经居住的宾馆负责人 获男童母亲回复 指已经将男童交与警方及社署 据港媒报道 男童上周二 18日 徐母由江西城高铁来港 入住油麻地一间宾馆 至上周五清晨 母亲带男童到港华医院求诊 声称男童腹射及吸收 并让他独自在医院接受治疗 据知母亲曾指示儿子 看完医生便告知护士自己母亲被遗弃 据了解 男童的母亲已返回内地 而警方初步已与对方取得联络 他说愿意来港接回儿子 但没有确实日期 至于会否作出拘捕 警方称 属于调查方向 暂时不便透露 事件引起社会关注 行政长官李家超逆批评父母做法不当 强调照顾儿童是父母责任 他称政府会群在遗弃儿童方面 是否需负上法律责任 并没有权预防 好 咱们 把 疯估 不 很 所以 感谢观看